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一个月才叫断联 就是每个人的断联定义是不一样 那这边他就看你自己 那无论是哪一种断联 羊羊会觉得说 其实会符合到你的情况就是会符合 那就算你断联只有一天也是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那也会蛮恭喜 那如果说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那就可能说断联时间还不够长的这种情况 或者说这三组排组也都不符合你的创况 因为毕竟这是大众占卜 好那这边他就先想着那个人的脸 然后想着你们曾经相处的状况 然后就想着题目 说那我心里我跟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某某某 我们曾经就已经断联了现在 他曾经有没有喜欢过我 这样子 就是你们曾经是暧昧的这种状况的话 但我们从左至右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好 由左至右 想一下 你那个人的脸 然后你们相处的情况 他到底曾经有没有喜欢过你 好 想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选到 这一组排组的朋友 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断联中的你们 他曾经有没有喜欢过你 他曾经有没有喜欢过你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到验证牌的部分 那这个这次的验证牌 是你们曾经相处的情况 这个所谓曾经的相处的情况 是你当时的感受 你的感觉 你对于你们这段关系 你们曾经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那样子 那就是符合到你验证牌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是没有符合到你的话 那可能这个讯息 这一组的讯息就不是属合 并不属于你的 你可能要去参考其他牌组的讯息 好 那我们就开始解牌咯 那首先的话 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你们曾经和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你们曾经的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首先呢 我们这边看到上面是 魔术师的逆位 跟猩猩牌的正位 那以及前B6的正位 那洋洋所感觉到的讯息是 在当初的你们 应该你会很常感觉到是 有点像是朋友的关系 但这朋友关系好像又会很常感觉 有感受到 似乎又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那变成说你对他付出一点 他会对你付出一点 不会有人特 就是对方不会给予你特别的主动 那因为对方一直都没有给你好的讯息 没有给你好的主动 给你好的回馈 所以所以因此你对对方 也都是一直保持的 就是你不敢付出的太多 这个方式就是你虽然会一直很希望说 可以跟他有更多美好的未来 有很好的发展 但事实上你对他的付出 仍然是有限的 这是个所谓有限就是 他因为都对你的付出非常的少 所以你对他的付出也会很少 你也不敢一直去看对方有太多付出的行为 因为你怕你对他付出太多 他反而可能会有不好的感觉 或者甚至他没办法给予你 你所想要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魔术师的正 对不起 魔术师的逆位 这边魔术师的逆位的话 就表示说其实对这样关系 你当初所对对方的话 你虽然会很希望说 可以有更多多元化的一个相处模式 比如说你们很常出去玩 那你会希望说 主要出去玩以外 或许你们可以可以去看电影 爬山 或者是去看什么展览 或者是一起去吃早午餐 一起去吃饭 又或者说你们可以就是 待在彼此的家里 然后好好的一起看一场电影 或是享受彼此两个人 单独相处的那种时光 这种逸位的感觉 就是说对于你们之间的相处状况的话 你会有很多的设想 但是最后你们都没有去实行 都没有做到 那有可能是因为来自于说 对方可能没有给你好的回馈 没有给你好的回应 所以总是你一直想要去突破 你们之间的那个关卡 你们之间的那种 那一道墙 那总是最后就是无疾而终 然后就是好像一种被对方 推在外面的那种感觉 所以因此会感觉到说 好像你们这段关系都一直前进不了 那这样还有中间星星牌的正位 所以其实对你们这样的关系 你是有非常多美好的未来的想象 你会有非常多 好像说其实自己 或许跟她是适合的 然后你会有很多美好的 未来的规划 你的人生的规划 你的人生的蓝图中 永远都会有她 都只会有她在你的内心之中 然后你都一直会想象着说 你们未来究竟会有多美好 可是呢在她旁边的前壁六的正位 刚刚就像杨刚刚所提到的 虽然你会想这么多 但是对方似乎对你 也就是那种朋友的关系 或者甚至说 你付出多少他就付出多少 那有时候有可能 是你付出的比他付出的还要多 可能就是你付出了九分八分 对方只有回馈你三分或是四分 那种和你有点不平等的感觉 就是有这两种情况 那这边就看你属于哪一种 好 那关于验证牌部分 那以上是有符合到你的讯息的话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你目前和对对方的感觉 这边抽到的是 战车牌的逆位 保健八的正位 权权式的正位 好 那这边看到的话 就是说目前你对对方的感觉 啊你太上面了 对不起 这应该比较清楚一点 好 你目前对对方的感觉的话 其实你内心中是仍然有很多的不安 甚至说你有点把自己困住在 你们过去的那个情境 那个情况里面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是 嗯 有时候你应该还蛮常会想到这个人 甚至这个人对你来说 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你会很常会 想到你们曾经的那一段时光 甚至有时候你会想到说 他才是最适合我走一生的 就是他是最适合我的人 为什么他会不见 会消失 会离开 你总是会问自己不断这些问题 甚至有时候 就在夜深冷静的时候 你会很常会想到 你们曾经过往的点点滴滴 甚至有时候你出去买个东西 或是你们曾经所相处过的街道啦 你们相处过的 嗯 一起去的一些点 或是有一些就是 跟那个有关的东西 你就会很常会堵物私人 会不自觉的 会想起你们曾经的 过往的那些感情 但是事实上 你会还是很害怕说 自己究竟继续等下去 到底对还是不对 那究竟要去 是不是要继续等下去 会不会没有结果 又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结果 你总是会处于在这个 两个之间做一个拉扯 但是事实上在你的心里面 会有结果 他会再回来的这个几率 的希望 会更多一点 好 那我来看到就是 对方目前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断面中的他 适者 两个适者 然后圣杯三 好 那这边的话 以排面上看起来 我们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圣杯三的逆位 权杖适者的正位 那以及前臂适者的正位 好 那对方目前对你的感觉的话 其实 在他的心里面 嗯 他其实对你说你们这段关系 他觉得说没有办法 就是像回到当初那样子 那么的美好 那么的友好 那么的快乐的话 其实他自己 也是非常的 嗯 懊悔跟怀念 那其实对于说 未来的状况 他仍然是会希望 他自己也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跟你保持联系 或者说可以跟你有一天 会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关系 这个稳定的关系 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是指爱情方面 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 对方因为对于说 你们断连的这个情况 他会觉得蛮可惜的 那他会希望说 你们之间的话 未来是有机会 可以继续保持联系 可以保持在一个 相当友好的关系 那其实对方 他也都只是 想想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 想要这么做 因为首先我们这边看到 我们先来每一张解释 那首先这边是 圣杯三的逆位 所以比方说 其实对方 他目前的生活状况 可能也没有到很好 或者说其实他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 他希望说可以回到 当初这样子一样 正位的圣杯三 是很快乐的 很和谐的 可以总是团体聚在一起 但现在是呈现逆位的状况 所以其实他 内心之中 仍然是会蛮怀念啊 但是他知道已经回不去了 已经没有办法 像回到当初 那个样子 那首先看到这边 权杖逝者 所以其实对方的话 他是有想过说 要去找你 或是想要跟你们恢复联系 但是他只是站在原地 想一想而已 他就只是 想要做桂花 可能心里已经有一些蓝图 有一些蓝底 实际上说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天见面 有一天保 维持联系 我们或许可以怎么样 继续经营你们这段关系 又或者说 如何可以跟你保持着 在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关系之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 前臂逝者的正位 好 那这边杨杨会感觉到说 其实对方好像似乎 只把你当成一个 还不错的朋友 或说把你当成 还不错关系人 如果说 他没办法跟你做 另外一半 做起你的关系 他希望你们可以 你们之间可以变成一个 很要好的朋友 但我想你应该不会 只想做好朋友吧 那杨杨看起来的话 对方就真的是 他希望这个远地 长久的关系啊 这种是可以维持 下去到很久 永远的 所以他对你 对于他来 你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 还不错的伙伴 还不错的朋友 他是他心里所想 所希望的 好 那这边来看到 就是 嗯 他有没有喜欢过你 出现了 战车牌 保健吧 跟 圣杯吧 好 嗯 就是 一样的牌 又 有 出现 就是关于你的状况 其实你们两个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啊 好 那其实对方 他有没有喜欢过你 杨杨觉得是没有 你这样听 会很难过 杨杨就好难过 其实这个没有 并不是说 他没有 他没有办法 应该说 他因为过去的一些 感情的伤痛 然后刚刚你碰到 他的时候 是他在感情修复的时候 又或说是 他比较不想 谈感情的时候 所以其实 他碰到 你们相处的那段时间 他才会没有 想要 谈感情 就是他就 所以他才会 没有喜欢上你 他虽然觉得说 你们相处之间 是还不错的 所以他一直 会有 试图的想要去 掌控你们 这一段关系的发展 又或说 他会有点刻意 就是不要让你去 就是他刻意 不要让你太过于 太过度 去喜欢上他 这件事 或许他是有感受到 但是他就是 只把你当成 很要好的朋友 那因此呢 他就 没有把你 当成他 想要交往对象 纳路考量之中 那因为 在你碰到他的时候 可能是他刚结束 一段感情 刚结束一段感情 或者是 他的原本 那个感情的伤痛 是还没有 还没有修复 还没有恢复 他也是 他有时候还是会 想到一些 过去感情上面 比较不好的 那一段时光 所以 因此 就是在你们两个 相处的那段时间 是他自己 还不够 勇敢 还不够坚强的 那一段日子 所以 芽芽会觉得说 其实他 没有喜欢上你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 站车牌 那其实这边的 站车牌 芽芽会觉得说 他很努力的 想要去控制 他自己的心情 想要很努力的 控制他的生活 不要让过去 所发生的事情 去干扰到他 所以他一直 很努力的 在活在当下 然后很努力的 想要去 想要拓展自己的 交友圈 或者说 让自己的内心 都开放起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 旁边这边 有一张 宝剑吧 那这边的宝剑吧 就是代表说 其实他 还是有时候 还是会被 过去的事情 所控制住 但是旁边 又出现圣杯吧 所以其实他 常常会在这两个之中 一直夹杂着 停在过去 走向未来 停在过去 走向未来 他很常会在 这中间 做个拉扯 但是他却不知道说 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就才出现这张 战车牌 他很努力想要向前 但是他一直做不到 甚至他也没有办法 完全达到 他所想要的那个境界 这部分是蛮可惜的 所以才会因此 在你们相处的那段时间 他才没有喜欢过你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以上的话 就是属于 这一组排除朋友的讯息 那如果说 符合你的情况的话呢 那也欢迎你 就是按赞 分享 那以及在底下 留言你的情况 跟演样做分享 那如果说 没有符合的情况 可能你要选择其他的牌组 然后 或者是你可以按上页 关掉这支影片 那以上呢 那我们今天就 那以上就到这样子啰 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 好大家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选到 这一组排除的朋友 那究竟你曾经 好就是曾经你们断脸 就是也是现在断脸啦 断脸中的那个人 他到底曾经 有没有喜欢过你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验证牌的部分 那验证牌的话就是 你们曾经所相处的情况 那如果说是有符合你的情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是符合你的 那如果说上面 接下来讲的验证牌是 就是你们相处的 曾经的相处的情况 是没有符合你的话 那表示这个牌组的讯息 并不是给你的 你可能要再去听听看 其他的牌组 好 那这边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是 吊人牌的 逆位 权战五 正位 恶魔牌的 逆位 好 那这边的讯息 洋洋觉得 有一点 复杂 这复杂的话 先讲几种洋洋 所感觉到的可能性 那第一个呢 有可能是 异性恋跟同性恋之间的关系 那也有可能 另外一个是 隐性的同性恋 但事实上是异性恋 就是它 是对外宣称自己是异性恋 但事实上自己是同性恋 然后你是同性恋 然后你这边自己 调换 也有可能 你是表面异性 私底下同性 然后对方是同性 这种 有可能 这种情况 或是第三种是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是 有对象的 本身本来是已经交往中的 就是有一个对象 但是都一直分不开的那种 然后就是又碰上了对方 又喜欢上对方 又想要有结果的 这种情况 然后第四种 第四种洋洋会觉得 比较不好的是 可能是你们已经有上过床的 同性或是异性的关系 然后就是不小心喜欢上对方 但对方又会觉得说 我们只是泡游而已 就是不想有太多的 接触 或是不想要有 未来的这种情况 以上大概这四种 那也有可能 还是有其他的 那 可能人家再找杨阳座 个人占卜了 好 那因为这边的四种状况 有一点 就是有点多 所以我就不单一 做每一张牌解释 就大概讲一下说 就是个人验证牌部分 那就是因为这种关系的话 是比较没有办法被 世俗所接受 然后你们其中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去接受 没有办法去跨越 心理的那个障碍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之间 很常会闹不愉快 或是很常就是 有人会以读不回 或是不读不回 或者是 就是你们很常会有吵架 会有争吵争闹 那因为其实你们两个之间 本来是有互相吸引力的 但是随着这些争吵 或是因为外在的因素的话 那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就是越来越不和谐 然后就是越来越降至冰淀 导致于说你们这段关系 最后面才会变成是无疾而终 然后就没有 没有 就是没办法再继续下去 然后最后就断 断那个断连 然后没有任何的接触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就是 你目前对这个人的感觉 想法是什么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圣杯试者正位 然后这一张是 节制牌的逆位 旋葬时的逆位 好 你目前对方感觉的话 洋洋会觉得 应该你自己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吧 就是对我们这段关系 结束了这件事 那其实你对这个人的话 仍然是会有一些好感的存在 但是你自己也明白的 知道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没有办法像回到以前 或是你们曾经那样 那么好的时光过 那因为其实曾经你们相处好的那一段时间 你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许多事情啦 或者说你们曾经一起 有互相倾吐彼此心意的 或是心情上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你会蛮怀念的 但是现在的话 你开始渐渐觉得说 好像当朋友也不错 或许你们两个这件事蛮适合 就是继续相处下去 是蛮适合当朋友 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会蛮怀念 你们曾经一起欢闹愉快 或是说笑的那一段时光 但是事实上有时候 你想起来之后 会有一股莫名的压力存在 这个莫名的压力 也许是因为 你对于对方的期待 它可以给你的回应 又或者说是你自己 对于感情上面 你的渴望跟期待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感情中 你会太过于去 把期望或是未来 压住在对方的身上 因而导致让对方 可能也会有一种压力 然后你自己有时候 也会一直逼自己有进度 比如说我们认识了多久 就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 的这类似这种 有时候你会莫名的 给你这些压力跟这种期望 那随着你们现在两个断联之后 其实你对对方 现在就是没有那个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还是有 比较没有那个压力 但是事实上 其实你心里还是会有 多多少少的 会有一些那种渴望 那你心里上还是非常期望 跟对方会有更多 美好的未来 或者是会有一些 还不错的进展 那其实这些都只是 你自己凭空想象而已 因为你们现在就 就是已经断联了 好 那我们来看到到 就是接下来 对方目前对你们内心中 他内心中现在 对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 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边抽到的是审判牌的逆位 对不起 钱币酒的正位 钱币王牌的逆位 好 看来对方 目前是蛮过在自己的生活 他没想你耶 这个怎么那么坏啊 好 那对方就是没想你 他就是 他其实蛮过在 他自己的生活 他蛮就是 他甚至连 他也不会想说 要回到你们曾经的那段时光 他有一点 而且重点是 他也是会有一种 抗拒的情况 发生 他蛮在乎他自己 他个人是比较在乎他自己 他比较希望说 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顾好 甚至应该 他现在生活过得也还不错 所以他也不会想到 任何关于你的事情 好 好傻眼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对方 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你 我们这边超好事 宝剑吧 赢者 皇帝 好 那这边的话 杨阳会觉得说 你真的可以把这个人给忘了 像这样有点太直接 你真的可以把这个人给忘了 真的是有点不OK 好 那对方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你 杨阳会觉得说 他根本就没喜欢过你 可是事实上 他还是会认为说 你们两个之间 应该是还不错的盟友 不错的战友 所以其实对于说 有没有喜欢过你这件事情 他根本就从来都没有想过 甚至他真的从头到尾 都只帮你当成一个 还不错的朋友 或是还不错的一个伙伴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是 宝剑吧 那宝剑吧的话 其实对方在 就是在过去那段时间 他对你的喜欢 是完全没有 他甚至也看不见 他也不是没看见 他就是故意让自己 不要去看见他喜欢 你喜欢他这件事 他有时候也会甚至是 像旁边的 赢者牌一样 其实他 赢者牌出现 杨阳会觉得说 他比较在想说 到底应该怎么样 让你知道说 他只把你当好朋友 或是说他怎么样 让你知道说 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不可能 就是不会有结果 他很努力想要让你知道 这样的情况 然后 所以他才会一直就是 有点就是说 没办法给你承诺 那如果说你又 一直欢一直吵他的话 可能会觉得更烦 所以他看到旁边的皇帝牌 那其实对方的话 他在当初的那个时候 他一定就是也表现出 一副高高在上 或者说他有时候会 就是真的会对你 爱回不回的讯息 甚至有时候 他会比较希望说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在团体之中 而不是私底下见面 就像你们私底下见面 他也是都会跟你表现出 一种比较高傲的姿态 或者说 好像有点像是 他比较大逆 比较小的这种感觉 会让你感觉上说 是你要你比较依偎他 那这个只是 他这个大男人主义而已 那事实上呢 他心里是在抗拒着说 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 他会希望说 你们就是维持在一个 好朋友或是好伙伴 或是一个平稳的关系 就是不会有结果 也不会有感情的 这种状态的喜欢 就是好朋友的喜欢 好 那这边以上的话 就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 杨阳真的觉得很难过 但杨阳还是要想说 如果说以上讯息 有符合你的情况的话 请影片按赞 分享 那以及在底下留言 你对于这个人 你们过去的一些想法 或是你的回应 可以跟杨阳做分享 好 那如果说 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呢 那太好了 恭喜你 这个人真的是 伤了你的心 浪费你的钱 浪费你的青春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好 今天来看到就是选到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你 跟你心里想 那个断联中的他 就是他曾经 有没有喜欢过你呢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验证牌部分 那如果说在上方 验证牌 就是你们曾经相处的情况 这部分是有符合到你的话 那你表示 这组牌组的讯息 是属于你的 那如果说上方 验证牌的讯息状况 是并不符合你的情况的话 那么 就是可能 你就要去选 其他的牌组 或是按上页 或是关掉 这个是 这个视窗 好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 验证牌 就是曾经你们相处的情况 是什么 这边我们抽到的是 钱币九的正位 以及权杖八的逆位 还有权杖五的逆位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过去的你们 你们应该是蛮常 是因为工作上 或是说你们之间是有共同的兴趣 会有 会很常聚在一起 但是等到你们又没有 共同有交集的东西之后 你们又像是各自分开的两个人 的一个个体 就是说你们私底下 其实也没有太多 情感上的交流 就是你们私底下的相处 其实是蛮 像一般正常的朋友一样 但事实上你们对彼此 好像是蛮在乎的 也就是这边有可能是因为 另外一个说法是 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现在分开 总得发现自己喜欢上他 之类的这种情况 其实在当下你们 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 比较像是伙伴的状态 所以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太多过于的交流 不会有太多的互动 你们之间的话 比较像是过个过自己的生活 那有时候生活太忙碌的话 可能就比较会忘记彼此的存在 就像是真的一般的好朋友一样 好 所以就是说你们这边的交流 跟互动 其实算是还蛮 就是也不会很少 但是也不会很多 就是刚刚好 甚至你现在想起来就是 哦原来我们曾经有这样过 的这种感觉 那有可能就是 你对这种印象 或是你们曾经相处的印象 的那种感觉 或是那种回忆 其实也不会有太多 比较多是你 你跟你的好朋友啦 或者说你跟你其他比较重要的人 就是有点像是你们彼此之间的 对你们彼此之间有点都像是 后知后觉 才发现原来我喜欢这个人 或是这个人原来对我很重要的 这种情况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那如果说这个验证牌部分的话 是属于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呢 那就再继续往下听 那如果说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那可能这就需要请你去看起来的牌组 或者是说按上一 或是关掉这个视窗咯 好 这边来看到是 目前你对于对方的感觉是什么 哦对不起他一点太远了 这边的话是圣杯四折 圣杯二 然后节制 好 杨阳会觉得你们真的断脸了吗 你们是真的有在断脸吗 看起来不像是耶 好 我们先讲一下你目前的感觉 杨阳会觉得说 嗯 你目前应该是还真 你应该是真的 发现自己喜欢上他了吧 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是蛮在乎他 才发现说原来 呃自己 其实喜欢上他的 那你原本是没有发现的 那甚至有时候你还是会想起说 你们之前发生的点底 第一就是 从你那谨慎 少数 或是仅有 的那些回忆里面 比如说照片啦 或是对话讯息 那这边的话你才是是有去 呃你会用这种方式去怀念他 是你会想到你们曾经发生的快乐的事情 那事实上你也会感觉到说 其实他才是最懂你的 那事实上你对他是非常的有感觉 甚至你有很多的话 会有很多的情感 想要对他表露 甚至你有可能会希望说 可以多跟他讲一些心事 是不是你自己生活上有发生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想要跟他做分享 你会非常的需要他所给你的一些安慰 或是说所给你的一些 嗯 情感上面的 嗯 叫什么 交 就是 所以希望说他可以给你情感上的一些提供 会让你感觉到说自己是有被在乎 现在你是渴望说 可以跟他有非常多的互动 甚至你会希望说 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发展下去 就是你目前对他的感觉 嗯 就是你自己其实 嗯 就是其实说你现在才发现 就是你们原本是不在 比较是各过各的生活 但现在才发现原来在彼此心 就是你在 他在你的心中 是那么的重要 你已经习惯了有他的存在了 甚至如果说你没有 你可能一天有时候没看到他 你可能会受不了 这种情况 或是你有任何事情 你就习惯可以跟他说 和他分享 让他去 可以倾听你的心声 但所以你现在就非常的怀念 你非常喜欢 这样的情况 但是杨玉会觉得 你们真的有 断脸吗 看起来像是没有 好 没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之前的话 对方的 目前对的感觉是 权杖王牌 宝剑期的逆位 权杖期的逆位 好 那这边的话 很特别是 如果说你们现在 真的是还没断脸 说如果 对方超想见你 他很想见你 甚至他会想 把所有心思都跟你说 他会很想跟你 有 嗯 他对方会非常希望 可以跟你一直发展下去 其实还没断脸 因为杨玉是觉得 这次我应该是 还没断 还没完全断干净吧 或者说你们 其实根本才过 一两天而已 就来给我测 断脸的 没关系 那如果你们 真的是断脸很久的话 我跟你讲 对方是真的 对方其实是 有在想你的 他甚至会希望说 可以 把 嗯 对方会希望说 可以把曾经 你们那些的误会 或者是说曾经 嗯 有一些事情上面的 一些的想法里面 他可以从此再跟你 做一次解释 或许你们曾经 在分享一些 生活上的看法 或是对于感情观 或是人生观 价值观 金钱观 这种状况 其实他有一些话 都想要重新 再跟你澄清 或许甚至 而且也有可能 曾经他有一些谎话 有对你说过 他现在他想要 重新跟你讲 他想要去 戳破 他想要去诚实 跟你讲 说他曾经说 那些谎言 并不是真的 他会 其实对方 真的还蛮想见到你 但是事实上 对方虽然想要 见到你 但是他可能 他可能现在 他还在做个准备 甚至他有时候 并不知道说 自己到底 应该要怎么做 但是他现在 已经萌生出 他想要见你 这件事 他想要见你的冲动 想要见你的心情 他现在是 已经有的 那以及我们看到 牌面上 牌面上同时 都是出现 七的数字 这两张 所以其实对方 他是现在 对门这段关系 他仍然是 有在想念着你 他没有放弃 这段关系 他仍然是 有在想着说 到底应该 要怎么样去接近 或是应该怎么样 可以跟你发展 或是说 怎么样可以让你 回到他身边 或是保持继续联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对方 到底曾经 有没有喜欢过你 这件事情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权杖5 权杖5又来了 然后 保健室 跟 钱币室 好 为什么杨阳说 权杖5又来了 那么刚刚前面 一开始你们昨天 不是昨天 你们曾经的相处方式 上面也是权杖5 下面也是权杖5 所以其实 对于说 他到底曾经 有没有喜欢过你 杨阳跟你讲 他一定有 但是他的喜欢 是他并不知道说 自己到底应该 怎么表达对你的感情 第一个 有可能是因为 他过去感情上的伤痛 那第二个 有可能是因为 他家里的状况 他没有办法 给对方感情 那第三个 有可能是因为 对方是没有那个勇气 那第四个 是对方他在犹豫说 到底应该跟你 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对方 他是非常希望说 可以跟你有一个完美 或者说 建立在一个非常平稳 稳定的家庭 或是说 对不起 不是家庭 稳定的状况 稳定的生活 稳定的感情 就是希望说 跟你这段关系 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是因为我看到 有一张 保健石 所以其实对方 对你们这段关系 要有时候 还是产生到 有一种压力 那种醉心 刺痛的感觉 所以才看到 旁边是这张权杖舞 他其实内心中 一直都非常的挣扎 非常的忧郁 所以其实比较像是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是变成说 他非常的担忧 或是非常担心 究竟 是天使跟恶魔 他到底哪个 才有办法战胜 那很可惜 最后看来应该是 平分求色 所以他才决定 跟你断练 那这边的话 无论说 他是不是 曾经有没有 喜欢过你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 对方他现在仍然是 非常希望说 可以见到你 可以跟你回到 像当初那样子的情况 会有很多的话 想跟你说 那不如这边的话 你们可以好好的 期待 那希望 这支影片是 对你们有帮助 那如果说 这边以上的讯息 是有符合到 你的情况的话呢 那请记得 帮羊羊按赞 分享 以及给需要的人 那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羊羊你的故事 那如果说 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那 真的很抱歉 对 羊羊也希望说 是符合到你的情况 那 羊羊会比较希望说 学到这些主牌 主的朋友 是真的是有符合到 你的情况 因为这个真的还不错 那如果说 真的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 真的很抱歉 就是 姻缘是天注定的 你就是放开心胸吧 好 以上 那我们今天的讯息 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